43岁老干部霍建华 与大三岁女神林心如 自从2016年7月拉离天窗后 二人远赴巴厘岛举办浪漫婚礼 十余年好友之情 正式升华为亲密伴侣 婚姻隔年1月初 凤子成婚的林心如 为福家诞下一女 取名小海豚 乳名叫乖乖 幸福三口之家 向尽天伦之乐 转瞬间 霍如夫妇爱的结晶 已迎来六岁生日 1月7日上午 为人母的林心如 亦是在社交网发文 为爱女庆生 并复文称 Happy Weekend 乡中 只见辣妈林心如 身穿米色针织衫 搭浅色牛仔裤 凹凸有致 好身材一览无余 洞灵的外表丝毫不像是 一位46岁的宝妈 素颜出镜的Rabi 头戴一顶五颜六色的 卡通气球帽子 斜跨粉嫩品牌包包 面对镜头单手笔叶 离我浅笑 少女气息溢出屏幕 看似心情比小兽星女 还要高兴 另一张照片中 林心如同心未免 对镜大笑 做鬼脸 开心到镜头 都有点模糊 身后露出众好友 气氛相当热闹 评论区下方 一众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小海豚送上生日祝福 其中女星徐伟宁则是夸赞好姐妹 这么可爱 林心如意识逗趣回复称 装可爱 一来一往的互动 令人忍俊不禁 新婚不久的徐伟宁 与林心如闺蜜情深 两人一同合作 华灯初上系列 还一起报名 世心朔专班 或许是出于对爱女隐私保护的考虑 林心如并未分享小海豚出镜的动态 稍显遗憾 事实上 霍建华夫妇虽说对女儿保护周密 但神通广大的狗仔 曾曝光这位新二代的真容 台媒形容起 鹅脸蛋 睫毛精 肤白精灵 五官长相及身高 遗传父母有良基因 似爸爸更多一些 一向坚持富养女原则的林心如 对爱女宠溺有加 物质上更是毫不手软 网传小海豚周岁时 便收到一条价值三亿台币的项链 从小赢在起跑线上 年龄见长后 小海豚遗传妈妈Hello Kitty的爱好 中情与粉嫩系列 小小年纪就学会偷拿妈妈口红 化妆品臭美 人小鬼大 按照小海豚三岁半上幼稚园来看 如今小姑娘已到了上小学的阶段 父母提前为其安排好了一家 贵族私立学校 十分重视女儿的教育 有记得 去年1月6日前后 霍建华与林心如豪华5万包下一间亲子餐厅 为小海豚庆祝五岁生日 今年转战家中邀请好友一同庆祝 霍如夫妇结婚六年半以来 虽说外界屡屡看衰 但二人甜蜜且恩爱 例证婚姻 固若金汤 但并无拼二胎的计划 有了女儿后 老干部霍建华放慢事业脚步 化身为一名女儿奴 甘做家庭主夫 与太太林心如 保持男主内女主外模式 林心如与霍建华这对明星夫妻 从开始就不被看好 外界有各种质疑与猜测 哪怕现在变成三口之家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仍频频传出婚变 两人很少同框互动 导致传闻越来越多 近日 林心如罕见通过社交账号更新动态 自然成为关注焦点 持瓜群众更是蜂拥而上 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否与婚姻有关 难道是站出来辟谣了 仔细了解才知道 原来是为女儿小海豚 庆祟生日 专门送上祝福与爱意 并配文称 还陪维坎 短短一句话 云含母亲对孩子的所有 有感慨与祝愿 希望她快快乐乐长大 能够健康开心 从晒出的来看 只看到了林心如自己 似乎是她独自为女儿庆生 并没有看到丈夫霍建华的身影 画面中的林心如 穿着低调朴素 米色针织衫配牛仔裤 耳朵上戴着简单的耳圈 纯素颜亮相 笑容甜蜜开心 头上还戴着为女儿准备的卡通气球帽子 似乎是在跟女儿温馨互动 整个人笑得特别灿烂 感觉此时的林心如 就是最幸福的妈妈一般 还面对镜头做鬼脸 将所有的心思 全部放在女儿身上 在小海豚生日这天 全身心陪伴她 让女儿度过一个难忘又有意义的生日 可见生活中的林心如 对女儿的爱有多深 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妈妈 也是觉得自己工作忙碌 不想学识女儿成长每一时刻 所以才会专心拿出时间 与她互动玩乐 画面看着尤为有爱 可能是对女儿保护的缘故 不想她提前曝光在大众视线中 想要让童年过得放松开心 不被外界所议论与争议 林心如只晒出了 自己为女儿庆生互动的照片 并没有曝光小海绵 连背影照都没有 从这点来看 对女儿所有事情 哪怕是细节也非常用心 不过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那就是小海豚生日 作为父亲的霍建华 全程未露面 也没有与林心如合影互动 更没有一起为女儿生日庆生 似乎没有露面生日宴 这对于女儿来说 估计是很伤心 让外人觉得霍建华不负责任 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大家都知道 霍建华从与林心如结婚后 就很少公开亮相 也没有什么工作 如同消失一般 偶尔被拍到生活露面照 或者是现身朋友聚会 研制变化大还是其次 有时间自己玩乐或者出席朋友聚会 却在女儿生日会上没有现身 这更说不过去了 更让人怀疑她与林心如婚姻真出问题了 不会是真离了吧 所以才没一起同框露面 之所以这么猜测也是有原因的 这也不是霍建华第一次错过家人生日 之前连妻子林心如生日 都没有任何表示 更没有露面同框 也因此频频传出离婚消息 引发广泛质疑 同时还被拍到霍建华与林心如街头争吵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 似乎发生了什么矛盾 全程并没有见霍建华服软 或者安慰哄妻子 反而彰显大男子主义 现在又不见露面女儿生日 更让人怀疑两人是真的离婚了 从这几年两人结婚情况来看 霍建华像是破罐子破摔 不仅不拼工作 更不演戏了 跟素人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林心如并没有什么抱怨 反而一直在公开场合维护丈夫 爱霍建华非常明显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成为女强人 撑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认为霍建华潇洒与摆烂 从这个细节不能看出 林心如对霍建华的爱是非常深厚的 甚至透露出爱的卑微 不管霍建华如何 她都想方设法维持婚姻 想必原因很简单 不想女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因为林心如从小就跟着妈妈 在离异家庭中长大 童年是不幸福的 还留下了阴影 所以不管怎样 她都不会选择离婚 所以她的婚姻才尽显卑微 结婚之后 霍建华减少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 但是也不是一直没有消息的 有时候跟老婆和朋友的聚会合照 就会发出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她的动态 最新照中 霍建华和老婆林心如一起 两人脸上都有笑意 看样子心情应该不错 林心如这个年纪还是这么漂亮 霍建华就不一样了 有网友发现 霍建华明显比之前要胖一点 肚子上的肉都遮不住了 幸福肥的样子太明显了 整个就是家庭很和谐的模样 毕竟家庭生活不好 想要胖可难了 霍建华现在基本没有演戏了 要是不偶尔发一些合照出来 跟素人都没啥区别了 只能说跟林心如太相爱了 为了家庭生活放弃自己的事业 心甘情愿在家陪老婆孩子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林心如很爱老公霍建华的 毕竟没结婚之前 她自己也是一个很拼的人 现在都很少拍戏了 重心也是家庭 简而言之 合拍的二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霍建华可不会觉得家庭生活无聊 不然她的幸福肥哪里来呢